今天的依资国估推介是银行娱乐27 经济日报投资业华祖选选 原因是4月旅游旺季 下个星期清明复活节假期将至 推升旅游出行意欲 澳门是中港两地热门的旅游地点 3月港澳旅客持续向好 市场看好澳门市场复苏 5月4月长假期带动之下 进一步利好豪赌股 股份可以关注银鱼 银鱼未在4月推出路 和第三期项目 其中澳门银河内佛氏酒店 有望在4月开业 进一步抢占市场份额 会是一个积极的趋劃势 同时银鱼正是致力发展路 探第四期项目 项目主要聚焦非博彩业务 包括会议、展览、娱乐 和适合家庭旅客的设施 随着银鱼项目未来相计落成 摩通预期银鱼旗下酒店房间数目 可以由2022年的4429间 增加到2026年的7429间 增幅达到6.8元 同业增速最高 将会受惠于澳门旅游复苏 策略上 曼银如股价昨天收到51.6元 预料前浪顶50元有支持 已经持货的话 继续可以拿着 未有货的话 可以在51元水平收集 中线上网大行目标价平均是60元